连续几天我们看了美国的态度 中国态度 俄罗斯态度 欧洲各国的态度 但是我们看看民间舆论的反转 特别是很多欧洲国家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 比方说我们看到10月21号 伦敦10万人上街头抗议 你要知道1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高喊着解放巴勒斯坦 举着横幅挥舞着巴勒斯坦的国旗 英国是坚定地站在美国的这一方 是坚定地停以色列 这有什么疑问吗 但是你看到民众站在政府对立面 另外11月21号北爱尔兰数百人 跑到BBC在总部抗议 Shane Mongu这个BBC 骂这个BBC的报道不公 也是举着巴勒斯坦的国旗 然后巴黎 巴黎本来公布了禁令 不准停这个巴勒斯坦不是吗 这个欧洲各国很早就发布了禁令 不准公开停这个以色列 但是停巴勒斯坦 但问题是这个声浪实在是太大 你如果再严禁的话 接下来恐怕真的要暴乱了 所以终于开始允许示威活动 就一下子一万多人上街 挺巴勒斯坦的集会 这些都是自发性的 还有这个欧盟的部分 你看到冯德莱恩挨骂了 这是八百多名欧盟的员工 职工或是说你讲官员也可以 看不下去八百多人 所以谁是多数谁是少数呢 写信给这个冯德莱恩 认为他不受控制的支持 警告欧盟面临失去所有信誉的风险 跟着这个以色列战队 力挺以色列去轰炸这些平民百姓 是不是这些欧洲国家 美国都集体失去了信誉 还有包括以色列自己内部的一些矛盾 刚刚月老师提到 我请教一下介大使 以色列事实上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纳坦雅胡 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前 他内部的领导危机就很大 因为这个贪污的问题 他的所谓司法改革的问题 引发国内极大的抗争 当时他的这个执政危机就很强烈 这场战争可能还救了他 凝聚国内的共识 但是到此刻为止 示威者击满了街道 要求下他下台 认为他的强硬政策 对于以色列一点帮助都没有 对于人民的生命财产也没有保护 来我们先把这个以色列内部的 这个示威抗议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你看到这么多人 可能也超乎你的想象 抗议谁 抗议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就是宣布开战的那一位 所以你以为以色列是上下这个棋聚 这个支持纳坦雅胡的开战吗 倒也未必 特别是对于之前以色列 有一千多人死亡 大家这笔血债也就算在纳坦雅胡的身上 对不对 你强硬派 然后呢 以色列的生命财产有更安全吗 以色列现在有更安全吗 与周边的国家都为敌 所以你看到以色列自发性的群众抗议 在这里 但是今天这个新闻 我们看到只有少数的媒体播出 很多来自西方的媒体 几乎你都没有看到 都被屏蔽了 所以世界我们看到有很多样性 烂碗报的指责 就是把这些多样性的角度提供给大家 让你看到很多西方媒体或是台湾媒体 没有刊登那些讯息 好 基大使怎么解读 以色列特别是这场抗议 这是刚刚发生的 对 内坦雅胡本来他就是很争议的 他这个操守也有问题 贪污的这个传闻也很多 他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极右的一个政治人物 对这个以巴的关系 他是不承认巴勒斯坦有建国权力的 而且他不断的在推进这种 所谓的这种 囤恳区的这种计划 加强侵占更多巴勒斯坦人土地 当然他过去这个路线 基本上在以色列内部就有些是温和派 组合派就不是很赞成的 所以可是现在在这个等于说 这个哈萨 就是说这个好 这个以色列先被攻击的情况之下 事实上对这个内坦雅胡 是一个有利的情势 所以这件事情他搞大 事实上对内坦雅胡是有利的 也就是这件这个战争 就一直一直往前推进 然后把整个国家托入一场战争中 对于内坦雅胡是可以转移 转移焦点的 因为国家一直对外的时候 内部很难去反对 然后这些抗议者很多 也许也不是完全都反对 他目前的对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些立场 以色列是很团结的国家 对外的时候 那现在这个内坦雅胡 受到争议的就是说 以色列在面临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第一级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 整个的以色列的整个国防 是一个瘫痪的状况 他不但平民没有得到军人的保护 他甚至自己的军营也被人家攻下来 那时候这个 这个哈马斯也不过1500多个人 赶死队进去 就杀掉1400个多人 一人干掉一个 所以他们很多以色列 对这个非常不满 对 认为这个国家怎么会落入这个情况 第一个情报完全失灵 第二个 这个军队 这个完全没有尽到 这个守土保民的这个责任 你不要说以色列的神话破灭 我觉得这个以色列人身上的 那个心胸的优越感 有没有 优越感 安全感 完全也破灭嘛 自己觉得自己很强大 自我感觉了 后来发现梦一场 所以他们要 他们要内坦亚护下台 所以本来这个是一发生 大概主张内坦亚护下台 就已经超过六成了 现在应该是更增加 那所以对内坦亚护来讲的话 这件事情 他只有让这场战争 变成更扩大 然后变成更真实 这样在一种战乱的状况之下 他可以保住他自己的位置 如果今天没有这场战争的话 那以色列民众一定集中精力来检讨 为什么你当政 这个哈马斯也不过一千五百个部队 第一个怎么过来的 过来以后全部不设防 而且是靠近这个加萨走廊的这些 以色列的这些社区 就完全任凭宰割 而且更妙的是 以色列还没有公布他军队的损失 事实上他军队 听说坦克车 还有这些军事人员 死伤也很重 死伤非常重 有一个骗子就是说 这个军营 那哈马斯的部队呢 就等那个军营正好有人去上班的时候 要开明 他们就冲进去了 然后呢 进去以后就进到里面去杀 大概杀了半个钟头 以色列的军队还是不知道已经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这个就变成就是说 他们对以色列的军队的这种信任 觉得怎么会到这个情况 那以色列这些政府的人 难道不要负责吗 不要负责任吗 自己都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那让人家觉得非常意外 所以现在可能以色列的这个 目前的焦点在这个地方 那对英国对欧洲这种国家 示威是家常便饭 政府可以管可以不管 要不然你就叫政府下台 十万人这里面 你真正来讲的话 里面可能八成是回教徒 因为英国伦敦 光回教徒市民可能就好几百万 市长就是发展人 就好几百万人 刚刚又好像讲欧洲乱了 对 我稍微强调一下 为什么那他也糊 这个我不是在讲阴谋论 有三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奇特的 第一件事情 你知道但是安息日的五十年纪念 我们遇到这种 因为这个埃及的话 这个Yankampo的话 对于这个以色列的赎罪日的进攻的话 刚好一个是十月六号 一个是十月七号 这五十年的纪念 你不应该加强军备吗 完全没有管 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 就是埃及政府已经告诉了 纳特亚胡说 因为你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情报机构 叫摩萨德 有名的以色列人觉得安全 愿意兴高采烈地回以色列去住 原因就是安全 你现在住着住着 被杀了还得了 对不对 那这个情况 然后第三点的话 你看到里面的机器火箭也好 大型的推土机把城弄垮也好 拉着那个滑翔翼的话 到了那个音乐会上面 不要忘了 在加萨地区的话 完全被以色列围住 而且里面的被监听的手机 超过上百万台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多大了 像我现在的话 我家里放了一个火箭炮的话 情况站在你久而久之的话 你怎么进去的 你怎么进去 你怎么出来 你怎么拿出来 还有办法射 你从哪里射 你在这底下的话 就是隧道这样 你得亮出来射 对不对 所以人民马上就把它跟政府的 无能连接在一起 对呀 所以说大家就会发觉说这里头 但是对谁有利 我曾经讲过 就是说对纳特亚胡一个人非常有利 因为他老老就该下台了 他真的是猎行斑斑 庆祝难输 那现在的话 一下成了战时领袖了 因为以色列本身拿他真的没办法 因为以色列团结 对对对 当这个国家大难当头了 又死那么多人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